近来国内疫情趋缓 各个场所以及活动范围也逐渐解封 台湾县府以遵守防疫措施为前提下 举办台东人限定的热气球活动 六号下午在天后宫办理开幕前的祈福活动 希望在妈祖的庇佑下 带给台东正能量 一扫疫情的阴霾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来自屏东的古镇演出 为今年的热气球祈福活动 拉开序幕 接着在法师的带领下 进行传统的道教科仪 祈求妈祖的保佑 让活动顺利进行 台东县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 受到疫情的影响变得困难重重 索性在疫情趋缓之后 能够继续办理台东人限定的热气球活动 而在开幕之前 天后宫在六号下午 办理了首次的热气球道教祈福仪式 相当重视热气球嘉年华的县长姚庆林 也来到了现场共同祈福 在上香 祈求风调雨顺 热气球活动圆满顺利 其实我们今年非常特别 也第一次举办道教的科仪 来为我们的热气球祈福 那这当中其实要非常感谢天后宫 来让我们的妈祖信徒 在这里能够做更多福国利民的事情 能够来做更多的公益活动 那我们在这里非常的高兴 也祝福天后宫的所有的信徒 因为有你们的祈福跟加值 我们今年的热气球8月14号到9月12号 一定会非常顺利 一颗颗的迷你热气球渐渐升起 就仿佛是妈祖的庇佑 为活动换助正能量 希望接下来台东的年度盛事 热气球嘉年华可以顺利登场 而疫情早日退去 让民众们回归到原有的生活样貌 记者安谢伦,台东市报导